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通过复制某一应用的热门功能来争夺它的用户 并最终将对方赶出大众市场的做法很常见 比如在几年前 Instagram和Fastbook就通过抄袭Snapchat的Stories 滤镜和贴纸功能 将它从热门应用变为了边缘应用 YouTube此前也抄袭了Snapchat的Stories功能 6. 速卖通家 太鸟物流推 千万补贴计划 保障跨境物流价格 阿里巴巴旗下 跨境零售电商平台 速卖通联合菜鸟物流 推出千万补贴计划 在跨境干线和末端配送两端 共补贴千万人民币 以保障中国商家 以日常的价格 尽快将商品送达到海外消费者手中 其中针对一些销售小商品的跨境商家 由菜鸟国际提供 经济类产品保持运营 针对西班牙末端物流 运力骤减的情况 速卖通和菜鸟 改用商业快递作为末端物流 平台补贴 运费差价 保持商家运费 价格不变 同时速卖通也在法国 波兰等重点市场准备了相应的商业快递 被选预案 针对部分国家物流承诺赔付时效 也将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延长 据了解 今年速卖通平台将力推海外仓服务 速卖通表示 2019年8月至今开设海外仓的商家 在平台上的占比已经翻了三倍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关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 8. 国家加快发展快递空中网络货运机场建设提速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金华表示 国家邮政局将加快发展快递空中网络提高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来促进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资议级巡视员任宏也表示 将加快推进有市场前景地方的货运功能为主的机场建设 上市公司布局货运机场建设的有顺丰控股 正在湖北鄂州筹建货运机场 原定2021年底投入市运营 原通速地控股股中投资兴建嘉兴机场 9WISH新出返利项目为商家发往意大利等地的订单 返利42500增号 据WISH公告WISH推出了一项新的返利项目 对配送至策略性目的国的满足资格的订单的进行返利 目前策略性目的国包括印度 意大利、马来西亚、墨西哥、西班牙和瑞典 公告称 对于UTC时间2020年4月2日凌晨零时之前上传 并在2020年4月2日凌晨零时 至2020年4月16日凌晨零时期间释放的 发往策略性目的国之一的商户 订单不包括WEFBWS订单 只要在释放后的指定时间内 确认旅行并未被退款 商户可获得订单金额数量 X商户设定产品价格 加商户设定运费42500分号的返利 每一订单最大返利金额为3美元 对于本地货币代码WISH CNY的商户而言 最大返利金额则为21人民币 WISH表示未来策略目的国 列表将继续更新 10 疫情蔓延多国 停止进出口业务 中国520万家跨境企业受波及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深度 融入全球产业链 随着海外疫情发酵 增加了中国外贸进出口的不稳定性 大量外贸进出口订单被取消或推迟 进出口企业正面临新一轮的大考 其查查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3月27日 中国进出口企业数量为641万余家 其中在业存续的企业有520万家 从行业分布情况看 批发与零售业占比最多 占总量的51% 制造业次之占总量的18% 从地域分布上看 广东省拥有的进出口企业最多达182 3万家 江苏和浙江拥有的企业数量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2000年至2017年 全国进出口企业注册量在逐年攀升 2017年是进出口企业注册量最多的一年 扎发16、8万家 2018年注册量相较上年稍有下降 扎发14、4万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